6月24日下午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成果总结通报会 在杭州白马湖建国饭店宴会厅举行 本届动漫节已圆满收官 今年正值中南卡通成立二十周年 中南卡通以初心相伴逐梦前行为主题 精彩亮相本届动漫节 高峰论境共襄胜举 作为CICAF战旅合作伙伴 中南卡通一如既往活跃在动漫节各大会场 论坛与行业内专家大咖互相切磋 携手推动中国动漫产业的繁荣发展 6月13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新闻发布会 中国动画学会副会上 中南集团董事局主席吴建荣 以初心相伴逐梦前行为主题 上台做杭州动漫二十年主题发布 吴主席指出 用数字化带动数字内容创作和IP运营能力的提升 通过AI技术创新探索虚拟数字人 元宇宙数字藏品等新兴数字文化场景的应用 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6月20日动漫节数字文化论坛 吴主席受邀出席 发表题为传承百年荣光 拥抱数字变革 重塑中国动画新辉煌的重要演讲 并共同为中国动画学会产业委员会揭牌 6月21日动漫产业高峰论坛 大师班文化出海的新浪潮 中南集团常务副总裁 中南卡通董事长吴嘉 受邀出席论坛 并发表了以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推动数字文化出海为主题的精彩演讲 吴嘉介绍 20年来中南卡通始终坚持走出去战略 不断做深做广海外市场 不断提升动漫创意 研发发行授权营销文创文旅等方面实力 并坚持走出去战略 不断拓宽海外渠道 动画出口稳居全国前列 进入美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韩国 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播映系统 已累计出口动画片超过1万小时 实现外汇收入3000多万美元 国际合作 扬帆启航 本届动漫节也正值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 和第19届亚运会即将召开之际 中南卡通响应以洋文化出海之番 搭贸易合作之桥的号召 邀请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海外合作伙伴和作品 共同亮相一带一路主题展区 推动动漫产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中南卡通执行总裁沈玉良 参加第三届中俄动画产业对话会 并做主题交流 俄罗斯动画代表团和美国 德国 伊朗 新加坡 等众多海外客户 还分别到中南卡通公司考察交流 积极推进合作 现场达成多个项目合作一项 数字科技精彩不断 本届动漫节期间 中南卡通位于总会场A1-6的展位 洋溢着浓意的数字科技氛围 新颖的设备 精巧的布局 吸引众多入场观众驻足打卡 展位上方的大尺寸裸眼3D屏幕 最为引人注目 B站的动画展现 很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走进掌位 沉浸式时光隧道给来客带去逼真的时空穿梭体验 全息舱令虚拟数字人与观众跨次元交流成为可能 圆虎是中南卡通家庭里率先探索元宇宙的小伙伴 此次也带着精美礼物来到了漫展现场 足以令观众朋友领略元宇宙的魅力 除了A1主场馆的精彩展示之外 中南卡通还精心筹备了墨湘四溢的东坡居 吸引了众多观众眼球 他出自中南卡通全新历史IP苏东坡与杭州的故事 以传统文人书房规格实景打造 参与者可在温习苏东坡千古名剧之余 感受国字印刷术的魅力 6月21日下午中国国风品牌盛典 中南卡通献上了《星夜西湖东坡梦》主题演出 以东坡诗词为蓝本 演绎了一场若时若须的湖上幻梦 令观者仿如穿越千年 与东坡居士一同泛州西湖 硕果累累不云不停 本届动漫节上中南卡通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乐比成长季荣获第19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金猴奖综合奖动画系列片同奖 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意向签约仪式环节 中南卡通和伊朗电影之路 签署乐比成长季项目合作意向 数字文化论坛期间 中南卡通与Marco Production 马哥制作签订合作备忘录 与金英卡通签订尼巴陀项目合作协议 浙江数字文化国际合作区 与椰子集团签订合作备忘录 浙江数字文化国际合作区 与新加坡Sanina 桑尼拉签订合作备忘录 中国国风品牌盛典现场 中南卡通 新夜西湖东坡梦 荣获优秀国风文化倡导者奖 中南卡通总经理出席了 2023天眼杯中国杭州国际少儿漫画大赛颁奖典礼 并上台为本届优秀奖的获得者颁奖 天眼杯中国杭州国际少儿漫画大赛 已连续成功举办18年 已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性青少年文化活动之一 国内外喜爱绘画艺术的少年儿童切磋交流的大平台 本届共收集到来自英国、日本、马来西亚、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14个国家 及34个中国省级行政机构的17,964件中小学生参赛作品 其中境外作品占比12% 至此中南卡通在本届动漫节上的各项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未来中南卡通将继续依托中国国际动漫节平台 坚持原创优质内容、讲好中国故事 坚持数字引领带动产业发展 坚持走出去推动国际传播 积极拓展元宇宙产业布局 进一步推动数字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永攀国漫巅峰